底下就说 下功夫念佛才能得理 怎样下功夫 那你先要把至少把梅桃金 里面所说的 这些道理先搞清楚 但是看梅桃金不行 你要看梅桃要求 看梅桃苏朝 廉池大士的 偶尤大士的著作 真正看懂了 一句晓得 怎样念佛功夫就得理 尤其是要求讲得好 讲信心 妖家讲六个 第一个是自信 自己没有信心 你对于佛菩萨会怀疑 对于这个法门会怀疑 对他的效果也会怀疑 那个得理就难了 所以同一个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是佛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是第一个要建立的 你会成佛 你会成佛 第二个相信呢 相信他 他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介绍 不是假的 相信阿弥陀佛是真的 阿弥陀佛的 那然后相信阴 相信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相信四 相信礼 你看 讲六个心 阿弥陀佛的佛 你的功夫就会得理了 阿弥陀佛的佛 有信有佛 有信有佛 行就是一向专念 那目标呢 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 得念佛三昧 什么病都没有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é 。 1 2 2 2 5 5 1 5 8 17